美股播放二节专利 大家好 我是米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你是否会因为控制不住体重而经常苦恼 是否曾下定决心减肥 但又以失败告终 是否在减肥上花过重金 但还是坚持不住 相信减肥这件事 很多人都有过经历 如果说现在有这么一款减肥药 你不需要运动 也不需要节食 光按时吃药 就能够减去15%的体重 而且还没有任何副作用 不仅没有副作用 它还能增强你的心血管健康 并预防老年痴呆 你会买吗 别误会 美头军不是接了减肥药的商务 而是确确实实 有这么一家卖减肥药的公司 正在颠覆市场的认知 甚至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被炒作的热点 这是一家丹麦的制药公司 原本是做治疗糖尿病药物的 却意外开发出了这么一款 减肥药蜂蜜全球 这款减肥药 也被认为是制药行业 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款药物 甚至被誉为是医药界的iPhone时刻 而随着这款药物的面试 减肥这个巨大的市场 也被凿开了一个口子 源源不断的价值 正在涌入这个行业 这家药体的身价也随之暴涨 一举超过了LBMH 成为了新任欧洲股王 可能我看官会好奇了 减肥药一直以来 似乎和治伤税联系的更为紧密 怎么一下子 却成了市场追捧的对象了呢 要知道每个阶段市场都会出现一些炒作的热点 那么减肥究竟是颠覆性的投资机会 还是又一次的市场炒作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家 靠卖减肥药而义军突起的欧洲新股王 诺和诺德 减肥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呢 现在全球有超过7.64亿人患有严重的肥胖疾病 有40%的人口有超重或者是肥胖的问题 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可见减肥已然成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主题 据权威机构预计 到2030年减肥市场将能够达到4000亿美元的规模 更为重要的是 肥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健康的问题了 有研究表明 肥胖将会在2035年给全球GDP带来4万亿美元的损失 肥胖不仅仅会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 还会给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带来永久性的损失 解决肥胖问题 现在依然成为了全球政府所极力推动的课题 这就更进一步的增加了减肥市场的价值 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 诺和诺德就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个市场 更准确地说 是巧妙地开辟了减肥药这个市场 诺和诺德的这款减肥药 名为WeGobi 它上市第二年 就获得了接近50亿美元的营收 市场上更是一药难求 投行预计到2030年 这款药光美国就将有2400万人服用 每年能够给公司带来500亿美元以上的营收 而这还仅仅是美国市场 加上国际市场 这个规模和增长将会更为惊人 那么这样一款减肥药 是如何征服市场的呢 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 这款减肥药的由来 这个故事非常精彩 也是奠定了诺和诺德 今天地位的一个关键 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 可能有看官会好奇 减肥药似乎也不是什么新东西 为什么说诺和诺德 是开辟了这个市场呢 这其实是因为早年间的那些野鹿子的减肥药 其实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商业价值 而要想在医药领域取得真正的商业价值 就必须得是经过FDA批准的处方药 可是处方药一般就只有那些大的药厂才有实力开发 可惜的是 一直以来这些大的药厂都不愿意开发减肥药 因为行业内一直以来普遍认为 肥胖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不需要通过药物来解决 即便药厂看到了市场需求 研发出了药物 医生不认为肥胖症患者需要吃药 那也是没有市场的 直到2013年 一起关键事件改变了这一现状 美国FDA宣布 正式把肥胖列为一种疾病 这使得治疗肥胖的药物一下子有了市场 而诺和诺德则第一个嗅到了商机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其实诺和诺德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减肥药物的研发思路 诺和诺德本来是一家专门做治疗糖尿病药物的公司 他们在研发过程中意外的发现 有这么一种叫做GLP-1的人类蛋白 它在进入人体之后 不仅会刺激胰岛素的产生来降低血糖 还会有一个特别的副作用 那就是它可以欺骗人类的大脑 让大脑产生饱腹感 同时减换食物从胃中消化的速度 说白了 就是会降低人的食欲 从而实现减肥的效果 而且这种食欲的抑制 并不会对于身体造成任何危害 诺和诺德的研究人员 马上就意识到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并秘密开始了研发 起初这个研发项目的进展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就连诺和诺德的CEO 都一直反对这个项目 原因上面也说了 没有FDA的认可 这样的研发 很可能将会是一个无用功 然而 随着13年 美国FDA态度的转变 诺和诺德的努力 终于看到了曙光 这一举加速了这块减肥腰的研发 说是加速 但实际上 等Vigobi真正获得FDA的批准 已经是接近10年后的事情了 这其实就是药物研发的常态 任何一款药物 从研发到临床实验 这条批准 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诺和诺德也毫不例外 现在他们得到了FDA的批准 你以为就打工告成了吗 其实并没有 药物的推广 仍然是一个难题 和我们普通人想象的不同 药物的推广 其实并不是一个 立竿兼影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款新药 医生都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来接受 更何况这款药物的应用场景 还是全新的减肥市场 所以诺和诺德 起初对于这款新药的推广 也并没有抱什么太大希望 可让公司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此药一经上市 就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我们公众可能没感觉 毕竟大家也不怎么关注医药行业 但实际上 这款药已经有很多人在用了 而其中最为夸张的 就是好莱坞的那些影星们 根据经济学人杂志 前不久的一篇暗访报道 现在好莱坞的一线明星 几乎都在使用WeGoV 之所以公众不知道 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说 毕竟靠自己努力减肥 比靠吃减肥药减肥 要更能营造一个好的形象 WeGoV真正被公众知晓 还得感谢我们熟知的一位老朋友 一位一贯不安套路出牌的 打嘴巴 谁呢 马斯克 在去年10月的一条推特中 有位马斯克的小迷妹问他 你看起来瘦了很多 怎么做到的呢 马斯克直言不讳地说 WeGoV 正是这款药 让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减掉了20磅的体重 此话一出 舆论哗然 WeGoV瞬间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红中 很快 WeGoV被抢购一空 公司的股价也开始水涨船高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好奇了 这款减肥药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 能够让好莱坞的这帮隐形们趋之若鹜呢 好莱坞的人不敢说话 我们不妨来看看 用过这款药的患者怎么说 在Reddit上的一个减肥小组中 一位50多岁的女性分享了她的使用体验 她说 我这辈子都在和肥胖做斗争 但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直到这款药的出现 她成功帮助我压制了我的食欲 她也感慨道 难怪那些身材苗条的人 会认为我们这种胖子没有意志力 原来他们的大脑会告诉他们别吃了 但我之前完全感受不到 另一个叫做Paul Ford的患者 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这辈子都在和食欲做斗争 在此之前 我的大脑一直在疯狂的大喊大叫 让我去吃东西 但在吃了这个药之后 我的大脑突然变得很安静 现在当我看着办公室里 放着的糖果和零食时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投行摩根斯丹利 为了研究这家公司 专门去做了一份调查 他们发现 患者在使用这款药物过后 每日的卡路里的摄入量 减少了20%到30% 其中减少的食品类别 绝大多数都是那些高热量食物 比如零食 烘焙食物 含糖饮料 酒精等等等等 而健康食物 像是蔬菜水果 鸡肉鱼肉的摄入量 则增加了50% 看完这些实际的案例 我才真正意识到 为什么FDA会把肥胖定义成一种疾病 原来胖子和瘦子真正的区别 不在于生活方式 也不在于意志力的高低 而在于大脑的不同 胖子可能天生 就对高热量的食物更加渴望 而瘦子的大脑 则有更强的调节机制 哥本哈根大学 疑传学教授洛斯就表示 有些人的基因天生就容易变胖 他们的大脑会更容易发出饥饿信号 来引诱他们进食 而有些人天生就不容易产生进食的冲动 教授表示 是肥胖症导致了人们暴饮暴食 而不是暴饮暴食导致了肥胖症 而VGOV这款减肥药 就是成功解决了大脑的问题 来对抗肥胖 而与其同时 它还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对于后遗症这一点 我也看到有人会提出质疑 不过至少现在的研究都表明 它对于身体还没有明显的危害 到这里 我想咱各位看官已经了解了 诺和诺德是如何依靠减肥药 而打开市场的了 这其中不乏有运气成分 也有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 但也与他们多年深耕 糖尿病药物的研发有很大关系 过去的故事咱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我们今天往后看 VGOV能够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为什么市场都认为 这款减肥药将会是一个颠覆性的药物呢 VGOV的颠覆性 不仅来源于我们上面介绍过的 它开辟了减肥药的这个空白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 它有可能会重塑很多 我们现有的行业 比较直接的 就是一些和医疗和健康相关的公司 比如ISRG ISRG是一家医疗手术机器人公司 公司中很重要的一块业务 就是减肥手术 而且它还是公司近些年的一块重要增长点 随着VGOV的推广 减肥手术的需求肯定将会减少 德医治银行估计 未来几年做减肥手术的病例 每年将会以5%左右的速度下降 这对于ISRG来说 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影响 另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行业 是健身相关的行业 包括健身房 或者像Peloton这样的 卖健身设备的企业 根据摩根斯丹利的研究 患者使用VGOV之后 订阅减肥计划的人数比例 从之前的29%下降到了20% 而对于节食产品的购买量 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显然VGOV对于减肥服务 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在VGOV成功帮助患者减肥之后 会促进患者更加注重健康 所以长期来说 对于健身行业反而会是利好 关于这些争议 目前还没有定论 咱们还有待观察 而长期来看 VGOV冲击最大的 很可能是食品饮料等零售行业 随着整个社会 对于肥胖问题的重视 一种观点认为 VGOV将会像如今的消炎药一样普及 肥胖将会和细菌感染一样 得到全面的控制 我们说了 VGOV最大的功效 就是抑制人们 对于高糖高热量食品的渴望 而那些最需要用药的患者 正好就是那些高糖高热量公司 最忠实的客户 所以随着VGOV的普及 首当其冲受影响的 恐怕就是这些 高糖高热量的食品饮料公司 再往深想一层 如果VGOV 真的能够加深人们 对于肥胖的认知 让肥胖变成全人类所公认的一种疾病的话 那么引发肥胖的食品 会不会像今天的烟酒一样 被扣上有害健康的帽子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垃圾食品 会不会也像现在的烟酒一样 被征收高额的赋税呢 我认为极有可能 那像麦当劳 Dominopizza 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 不仅会面临需求下滑的冲击 还可能会面临高额的赋税 所导致的收益率的下降 你可能会觉得说的这些离我们还很遥远 但今年年初 沃尔玛CFO的一句话 也许会改变你的看法 他在今年一季度的财报会议上表示 我们看到有些店的顾客 在更多的转而购买 蔬菜 水果 鱼肉 这些相对健康的产品 而减少了糖果 饮料 饼干 这样的垃圾食品的购买 而这可能和一款新的减肥药物有关 他没有点名 但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WeGoV可能已经开始在对零售行业产生影响了 说了这么多 肯定有看官会好奇了 你把这款减肥药吹得神乎其神 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否值得投资呢 要想投资诺和诺德这家公司 首先你必须要了解 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 其实并非是卖减肥药 而是治疗糖尿病 当前诺和诺德的总营收为280亿美元 其中只有17%来自于WeGoV这款减肥药 剩下的75%都来自于糖尿病的治疗 而这正是这家公司的下限 然后咱们再来看公司的上限 也就是WeGoV这款药物的发展 目前WeGoV所带来的营收增长极快 达到了年化157% 而且这部分的业务的牟利也很高 达到了85% 现在这款药物大概是卖1300美元一个月 价格不便宜 但是依然供不应求 而且这个药物还有一个商业上极佳的性质 就是依赖性 也就是说一旦你用上了这款药物 就很难停下来了 一旦你停止服用 体重很快就会反弹 所以说患者不得不终身服用 这对于个人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 就意味着稳定的现金流 按照投行摩根斯坦利的预计 10年内 攻美国就会有2400万人服用WeGoV 我们保守预计到时候WeGoV的价格 能够降到200美元一个月 那这也是560亿美元的收入 而这还仅仅只是美国 如果加上国际市场 那么到了2030年 诺和诺德的收入能够翻上6倍 这就是年化30%的增长 而WeGoV真正的上限可能比这还要高 毕竟有减肥需求的人 要远远高于这2400万 由于无法量化 咱们这里就不做假设了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展开分析 公司的业绩表现 我去翻看了公司的财报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明显的感受 我认为这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 完全取决于投资者 对于WeGoV这款药的信仰 现在公司的基本面和运营 全部都和这款减肥药深度绑定 如果没有WeGoV 按照诺和诺德现在的业务来看 它完全不具备任何投资价值 而从估值上看 诺和诺德现在的价值 也可以说是完全和WeGoV这款药深度绑定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公司估值在21年WeGoV获批之后 就有了一个结构性的提升 而且这还是在加息的环境中实现的 实际的估值提升还会更高 像在11.5倍的PS估值 如果真是在年化30%的营收增长的条件下 那并不算高 然而问题是 这款药才刚刚上市不久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非常的高 我们刚刚分析的 毕竟还是一些美好的愿景 但实际的发展情况肯定要复杂很多 如果你正在使用这款药物 了解它的功效 认可它的发展 那么也许你更容易产生对它的信仰 而如果你只是听了我一篇分析 就相信它一定能成 那我认为还是太草率了 我自己心里都还没有底 而没底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还有很多的风险 首当其冲的风险就是竞争 像减肥药如此大的一个市场 要想赢家通吃那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现在各大药厂的研发进度来看 竞争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激烈 事实上VGOV的核心元素 刚刚咱们介绍过的GLP-1人类蛋白 最早其实并不是诺赫诺德发现的 而是美国这药公司 埃迪迪迪先做出来的 只不过诺赫诺德先将它用作了减肥而已 而现在随着VGOV的成功 埃迪迪迪迪也很快开发出了类似的药物 正在等待FDA的批准 而除了现在这两家公司外 包括安静 阿斯利康和辉瑞 也都在研发这样的减肥药 还有人认为 很快印度也会出现仿制药 来挂分诺赫诺德的市场 虽然说诺赫诺德占到了先发优势 但很显然其他药厂也完全有能力 来参与进来分一杯羹 而且这个时间不会等太久 而竞争的出现必然的一个结果 就是药价的降低 就像胰岛素的价格 在过去五年里下降了60%一样 VGOV现在一个月1300美元的价格 肯定也会在竞争下大幅下调 除了竞争之外 VGOV的可负担性较差 产量的瓶颈暂时也无法打破 再加上随时可能介入的监管风险 这些都使得公司未来的发展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这些风险现在都无法具体量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投资诺和诺德 现在需要一定信仰的原因 如果你认可VGOV的潜力 那么它现在的股价依然值得投资 并且有很高的上涨潜力 如果你心存疑虑 那么美股市场上 我认为还有太多确定性更强的机会 可以选择 不必在现在去冒这个险 不知道各位看官 对于这款减肥药的发展怎么看 不妨在评论区里留下你们的看法 如果你对于诺和诺德这家公司感兴趣 想要获得更多投资相关的信息 那美头军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很好用的券商 富途木木 他们将每只股票复杂的数据信息 都用图表这种简单的形式 给你展示了出来 投资者可以轻松理解公司 能够更有效地做出投资决策 最近富途木木正式登陆加拿大了 相比于本地的其他券商 木木对于咱们华人投资者来说 具有很多优势 他们不仅有中文的交易界面 还提供实时且深度的美股报价 和美股的level 2行情 富途木木的交易功能 很快就会上线 目前已经对加拿大的用户 提前开放注册 提前注册好处多多 首先可以获得多达8次的抽奖机会 最高可抽中100加币的亚马逊礼品卡 另外他们正在举办一个模拟交易活动 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模拟盘交易 派在前10名的投资者 模拟账户中赚了多少钱 木木就给你多少钱 感兴趣的看官 欢迎提前来注册参与一下 另外针对美国用户 木木目前也有现实优惠活动 对于新入金的用户 他们会赠送16股免费股票 其中包括一股特斯拉 或者Google的股票 有需要的看官 请查看下方置顶评论中的链接 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头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